老夫以为是时候扩张神界 这件事不要再提了 毁灭之神已经不止一次向唐三提出扩张神界 但是被唐三屡次拒绝 作为同样是神界执法者之一 更何况毁灭之神是神界最初的存在 对于唐三的屡次拒绝 心中极其不满 再加上两大神王将神界掌管权交给资历善浅的唐三 毁灭自认为论实力 比唐三更胜一筹 掌管神界中枢支持应该是毁灭 而轮不到唐三 虽然唐三继承双神位 但是毕竟是神奇第二代 而毁灭是神界创始者之一 神界最初的存在 心中对海神唐三怨念已久 恨不得立马点个赞干掉唐三 而对于毁灭 唐三却不能对付他 毁灭之神掌管毁灭 他的妻子主创造 无论是创造与毁灭 都是任何一个未免不可或缺的力量 对掌控的每一个星系都极其重要 更何况 唐三深知毁灭之神本性不坏 也是为了神界好 这个字怎么读 90%的人不认识 谁能在评论区打出来 长按点赞三秒 触发活动奖励 可以领取双倍现金奖励 既然毁灭之神提议扩张神界是好事 为何唐三屡次拒绝 神界本身就是 依靠下界各个未免斗罗的念力成型 和维持的 神界一天 下界一年 这么多年来 神界积累的念力早已足够开辟扩张 增加神奇数量 也可以掌控更多的星球秩序 但是在待遇耗飞升神界 刚刚成神时 唐三迎来强烈的预感 神界将有前所未有的灾难来临 这些年过去了 虽然神界一如既往的安宁 但是 唐三对于灾难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距离神界越来越近 如果允许毁灭之神 开辟神界 那么 神界的念力将会被贪薄 这些念力不足以对抗预感灾难 到那时 神界将不复存在 唐三很明白 要想全力对抗神界灾难 必须先解决内部矛盾 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难道毁灭之神 只是陷于唐三的计谋之中 这一切都是局中局吗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灵兵 下期更精彩